男子的身法比顾娇想象的诡异 几个回合下来 顾娇竟然没在他手里占到便宜 不过 他想制住顾娇显然也没这么容易 什么人 是你 方才是你在和人打斗吗 有人抢我东西 什么人 没看清 戴着面具 是他 你认识人 京城第一大老飞双 这种双血飞雕是他的独门暗计 飞双是个很令官府头疼的人 大理斯 京兆府 以及刑部都曾遭过他的毒手 被盗走不少机密卷宗 属于朝廷的基拿榜上 稳坐第一的江阳大盗 可惜他神处鬼没 从没被人抓到过 就连他的真面目都没人见过 他怎么会偷你的东西 他好像认识我 飞双 认识你 他想不通 京城第一大道飞双 为何会认识顾娇 或许是顾娇想多了 飞双盗窃的 都是有大价值的东西 或是宝物 或是朝廷机密 他的小被篓中 最值钱的 只有那个小药箱而已 就算是一箱子最顶级的药材 也入不了飞双的眼吧 难道真是冲了他这个人来的 可顾长青并不觉得 顾娇本人有什么问题 多谢 我也没做什么 多谢你带顾娇出去玩 他很开心 他方才在朱雀大街出诊 看见顾娇坐在顾长青的马上 拿着几串净剔透的糖葫芦 小表情别提多嘚瑟 顾娇成长的这些年里 其实是缺乏父亲的角色的 顾侯也没能给他的 顾长青给了 顾娇从未见顾娇那么嘚瑟过 你看见了呀 走的时候没想过会去那么多地方 忘了和你家人打招呼 也不知他们担不担心 姑婆心里有数的 那就好 对了 你上次给我的金疮药 还有没有多的 什么 金疮药 你方才说他们要多少来着 一千多平吧 价钱压得低吗 没压价 卖给别人多少 就卖给他们多少 不是 卖给别人是零售价 他们要一千平也这个价吗 谁这么豪横啊 金银 军银有朝廷的衣冠 所用医疗物资 因应由朝廷分配 当真没做过民间的生意 实在有朝廷弄不来的 那也是找京城数一数二的大衣馆 难怪二东家这么吃惊 对了 相公你生辰是几月 辣月除夕 小净空 你生辰是什么时候 除夕 这么巧 娇娇的生日也是除夕吗 我不是 你姐夫是 小净空的笑容一浆 手里的糖葫芦 忽然就不香了 其实 小净空的生辰 还真不一定是除夕 他被遗弃在寺庙时 没有几个月大了 墙堡里没有他的生辰八字 是住持方丈 根据他的大小估算 他约我是除夕前后生的 便索性将他的生辰 定在了除夕这一日 你为什么连生辰都要学我 我比你大好吗 到底谁学谁呢 哎 怎么了 往年的生辰都是师父他老人家陪我过的 不问他在哪里 都会及时赶回寺庙参加我的生辰小宴 京城太远了 今年我怕是见不到师父他老人家了 顾娇脑补了一下 一个白眉苍苍的老和尚 处着拐杖 步履蹒跚地上京城 确实太残忍了 今年生辰你可以和姐夫一起过 我不愿意 虽然你不可以见到你师父 但你可以给他写信啊 对哦 我怎么没想到 小净空当晚便给师父写了一封长长的家书 第一句表达了自己对师父的浓浓思念 接下来的九十九句都是显白和吹嘘自己 是寄往幽州的吗 是 是八百里加急吗 普通信寄不了八百里加急 可我不是普通的信 看在小净空长得太可爱的份上 一成才带着信子与他说了一大通的 可这会儿一成的耐心耗光了 你到底要不要寄 如果你不是八百里加急 那我不寄了 肖六郎无语了 不就是前不久给小家伙讲一个八百里加急的故事吗 因为及时将情报送到 所以把营立场升仗 小净空对八百里加急的具体速度和操作没有概念 可他觉得这几个字听起来就很牛气 所以他寄信也要八百里加急 把信给我 我给你八百里加急 你不许骗我 骗你是小狗 轩平猴坐在马车里闭目养神 然而不知感觉到了什么 他眉心微微一簇 睁开了眼 停车 猴爷 怎么了 没什么 回府吧 你为什么一直抱着我 不让我上马车 还捂住我的嘴 你是不是想对我运行不轨 哪里学的词 别乱用 明明是你不对在先 你还管我哪里学的词哦 哼 我要回去向娇娇告状 回去的路上 萧六郎很沉默 尽管萧六郎本就是个寡言少语的性子 可小净空还是隐隐感觉 坏姐夫的状态不太对 坏姐夫第一次见到姑爷爷 就是这个样子 这次好像比上次更严重 又是在躲什么熟人吗 小净空拖着下巴 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